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佩玲 欢迎收看地球证词 今天播出的主题是 基督城正后余生上级 2011年9月4日 一场规模7.1的大地震 重创纽西兰基督城 一个月内余震2500多次 五个月后 再一次大规模6.3的大地震 重创约片中 我们也体会到 他们经历双重打击的心路里程 今天很高兴 请到两位嘉宾来到现场 第一位是中央大学地球科学系 马国锋教授 马老师您好 你好 佩玲好 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是慈禧基督会 宗教处谢锦贵主任 二位师兄您好 佩玲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想看到今天的纪录片 对于曾经经历过921地震的 我们看了真的是非常能够感同身受 那知道马老师您自己是 这个研究地震的专家 在921的时候 又做过这个 车楼虎干承的调查 那阿贵师兄更是 只要有这种灾难相关 都可以看到您的身影 尤其是这个国际的这个地震的震灾 您真的是都会亲自的能够希望去那边帮助他们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今天的纪录片 还有两位的访谈 让身为台湾的我们对于地震 可以有更多的一些警惕 更知道说我们自己本身 或者我们自己的国家社会 可以应对这样子的天灾 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那首先想请教马老师的就是 其实我们看到的纽西兰 我们都觉得是一个这个人间心境的地方 可是没想到它在地质上 其实是不是一个很安定的一个地质的状况 那这个部分对于我们一般的观众是比较陌生的 是不是可以请马老师 就纽西兰的这些地质的状况 来给我们做一些介绍 OK 好 其实台湾大家都很清楚说 台湾为什么会这么多地震 因为有两个板块的碰撞 刚好就在花莲那附近 所以花莲那边地震非常多 其实纽西兰也是类似的 它也是在整个太平洋地震带 它是在最南边从澳洲到纽西兰 所以它那个所谓的南岛跟北岛 它中间就有一个断层经过 也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太平洋板块 跟澳洲板块碰撞的边界 所以纽西兰其实历史以来 它的地震的活动度就相当高 所以他们也有一些地震的发生等等 所以他们的地质条件状况 跟台湾是类似的 但比较学术上面来讲 我们台湾做地震研究 常常跟纽西兰来比较的 因为它一样是以末代 又是岛屿 所以与它发生地震的这些状况 其实跟台湾的状况是类似的 当然我们的频繁度 要比它们更频繁 因为我们的碰撞的速率是比较快的 所以我们相对台湾的地震 频率是比纽西兰多 但是纽西兰有地震是不令人意外的 是 对 那我们在影片中看到了对于这个地震的描述 我们就有点想说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原来是在2010年9月的这个地震 它其实是规模是7.1的 可是那时候却没有什么人伤亡 可是它第二次的这个余震 其实是只有规模大概是6.3 可是这造成很多人原来伤亡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异 似乎好像伤亡人数跟这个地震的规模 未必是成正比的 是这样子没有错 因为你地震的规模是本身能量的大小 它可能在很深 所以它从到地表 它的震动力可能不见那么高 那有可能规模比较小 但是它很浅 所以在地表的时候 它震动反而就比较高 所以以刚刚这个例子 它的那个6.3的所谓的余震 就是它的二月发生 第二年的二月发生那个地震 它是比较浅 它就在5公里的位置 所以一个规模6.3 5公里 它的加速度是会蛮大的 就是地表震动是蛮大 当然也看到它的地质条件 刚好在就第二个地震 规模6.3的地震 它那个都市 它本身的地下水层是很薄的 所以它产生的异化 所以很多地震 很多灾害是因为房屋倒塌 因为异化 让土石变得非常软 所以当然有刚好这些因素 结合在一起 变成规模6.3的地震 它产生的灾害反而比7.3严重 因为它的地点跟它的深度 影响它产生灾害的状况 那我想阿贵师兄 您自己在震灾的经验 应该也是有这样子的感受 似乎这个地震的长度 跟这个灾害的严重程度 有时候是不会成正比 确实是 但是因为我们是在末端 那我们在去的时候呢 就是听到大多数是当地人的描述 所以它会是有一种比较不精准 但是非常有感情的描述 譬如说在大基斯坦的时候碰到一个小孩子 他就跟我讲 他说你知道当时 他说那个地壳 它整个地站不稳 好像跳起来一两米 然后一两公尺 然后整个人跌到地上之后 他看不到了 我说怎么会看不到呢 不是很清楚吗 他说不是 是烟尘四起 对 你看 这老师就很清楚 那我们是从一些生还者的口中 就知道说 原来当时的情境是这样 但是让我感动的是 这个孩子本身 他当时告诉我的是说 虽然他觉得像古兰经 讲的世界末日 可是他觉得这是 真主阿拉给他的试炼 所以他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即使是这么样的这个慌张 不知道家人怎么样 可是他觉得说 他要接受这个考验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当下 虽然有这么大的冲击 可是一个人本身 他在那个心念 在那个当下所产生出来的 另外一种力量 反而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没错 而且其实灾难 就是最能够考验人心的 这个一种方式 那就像刚刚马老师说的 纽西兰它本来 就是在一个断层代 它的地震频率就是高的 那是不是可以请马老师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纽西兰它就 过去的这个地震的历史 那曾经发生过 怎么样的一个灾害呢 对 对 纽西兰也是 跟台湾其实很像 它之前也是一个殖民的国家 然后慢慢再开始 到他们自己 纽西兰开始独立出来 所以他们的历史地震的分析 大概是在 18、19世纪的时候 所以他们的历史上 所有的历史 是说他们的文字 记载的历史 大概也是两三百年而已 所以他们的最大地震 大概是规模8.2 在靠近 威伦顿的地方 就在1855年 可是那个灾害 描述没有很清楚 可是另外一个比较大的灾害 是在1931年 是在北岛一个东部外海的地方 那东部外海就跟以末代 就像我们花莲地区一样 以末代的地震造成的 那那个灾害的伤亡是比这次 这次的伤亡还要严重 所以他们历史以来 最大的伤亡是那个事件 可是当然他们的伤亡的尺度 比起来是 就是说相对的 没有到那么的多了 他大概是两三百个人 不幸亡生 那当然我们九亿级地震 事上就已经是上千人了 所以 但也是他们那边 相对人口是比较稀少的了 所以如果回到刚刚讲的一些地震灾害 跟地震频率 有时候你会不觉得是有听得那么多 因为纽西兰相对 它人口是比较没那么密集的 所以它产生很多地震 可能不见得有灾害 它就不会特别的报道 我们也不会特别的注意 那这次是因为有灾害 然后因为太多房屋倒塌 因为刚刚所讲的异化的现象 所以我们大家就注意到很多了 所以纽西兰它的整个的过程 历史地震 跟我们台湾比起 我们台湾大概有四百年的一些文献记录 去了解台湾的最大规模地震是多少 那当然历史地震做得最好还是日本 日本它大概是上千年的历史资料 去评估他们每个断层的活动性 因为地震的活动周期是好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 像如果大家熟悉这个东日本大地震 它大概是一千年以上的回复周期 我们人的生命可能一百年 但是像村庄浦断层 它的回复周期可能是三百年 所以很容易忘记的 所以必须要靠文献记载下来 所以文献不见得可以回答所有的问题 但是我们可以从历史地震来看 以后可能会碰到的状况 的确是 所以真的能不能留下史料 都可以为后世的这些研究 可以提供很多的资讯 对那也是我们地震学家觉得该做的 就是每次地震我们要把它描绘出来 包括救灾的经验 包括这个的状况 那后代的人 他可以看到我们这些报导 了解说当初它的状况是什么样 或许他们有更好的科技 可以来了解地震的特性 也减少它的灾害 是 那其实这个地震 它是不是发生在 就是人口密集的这个地方 真的会跟它的商务人数 会有相当大的这个关系 那我想请教阿卫师兄的就是 这一次我们在发生 比如是纽西兰发生地震的这个时候 我们其实并不是在第一时间 去到达那个地方 我们一定都是就近 请这个志工可以去协助 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时的这个状况 我们的这个动员情况是如何呢 其实在2010年9月 那第一次嘛 那时候确实是发生了之后 大家很担心 那依我们的这个动员的机制 我们一定会先马上收集所有的资讯 包括当地的师兄世界 媒体 国际报道 所有网路 可能能够收集到的资讯 我们收集 那还好让我们 比较放心是没有上网 是 但是也很贪心 因为规模事实上也不小 对 过一阵子之后 其实纽西兰的师兄世界 这些职工 他们做了一件事情 是他们反而到澳洲去 去救澳洲的水灾 哦 澳洲在2011年那个时候 有没有一月的时候发生那种千年大水啊 是 澳洲的慈激人动员啦 就到这个 纽西兰的慈激人动员 就到澳洲去啊 到澳洲去的时候 他们呢 开始跟着澳洲的水灾师姐做什么呢 第一发放限制卡 是 第二发放毛毯 台湾本会呢 就送毛毯到澳洲去了 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 让我们是非常感动 嗯 我们去的那些澳洲的这个毛毯啊 就在这个当下 有一个澳洲航空的经理 他事后告诉我们 嗯 他说你知道为什么这一次 我要帮你们从这里 把毛毯运到纽西兰吗 因为我妈妈就拿到一条你们的毛毯 那资料很好 我很感动 我知道你们在做什么 所以这一次 纽西兰发生大地震了 我们很清楚知道 慈激在做什么 我免费帮你们把这些毛毯 马上就运到纽西兰去 那这种爱的循环 那纽西兰的志工 当时是在澳洲 因为 不管是美国 不管是澳洲 这些比较文明的地区 他救灾模式是跟我们 比较这个落后地区不一样 嗯 他们是可以用限制卡 他们可以用一张 除植的卡片 到这个 或是到超市 或是到超市 去买他所需要的东西 不管是三百美金 或是 因为像我们有iCash 都要买 对对对对 像五百的澳元 或是多少 他就可以去买 他真正需要的东西 所以 纽西兰的这些师兄世界 在澳洲就学习到了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 再看二月发生地震之后 就在二十天 开始准备 所有的这些金融机构 谈判 最后是在三月 大概十二号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 第一次的发发 是 包括毛毯 包括这些限制卡 所以这样整个的姻缘 其实应该说是 平常大家都有互相联系 真正事情发生的时候 马上就可以就地动员 没错 所以真的不仅是在科学方面 前人的这个留下的资讯 可以给后人资料 其实真的是在救灾方面 前一个扇行 就会推动下一个爱的循环 这真的是很棒的事情 对 那我们在影片中 那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真的 一旦发生灾难的时候 别人的这个鼓励是很重要的 就像影片中的尼克 他原来被压在这个瓦礼中 后来他得救了 他得到全世界的各地的祝福 让他给他力量 希望他能够站起来 他也自己觉得说 我一定要好好的这个去回报他们 而又产生这种生命的力量 那想请教阿贵师兄就是 您在救灾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能够感受到说 当我们给别人力量的时候 他们的那种正向的这种回馈呢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人家都说 你们来救灾帮忙啊 真的非常谢谢你们 我说 其实我们心中是充满感恩 我们真的是充满感恩 而且充满感动 我记得第一次在土耳其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 还不认识当时的这个师兄 后来是我们的这个土耳其联络点负责人 胡光仲 他当时跟我们在发放的时候 他就说 他说 你刚刚跟我讲说谢谢 我说 应该会吧 我们的毯子这么好 他们应该会说谢谢吧 我说不是不是 我说小虎 是我们要说感恩 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来 相亲把我们接纳 可以当做自己的兄弟姐妹 我们能够付出 我们是不是应该感恩呢 我说你试着说说看 他第一句话开始双手奉算 说他学客的时候 他说很奇怪 那个当下 他有一种感觉 他那种感觉是说 虽然这些土耳其相亲 是接受的人 可是他所回馈给他的笑容 让他突然觉得他人生非常有意义 那么这样的情况 其实在我们每一个灾区都看到 不管是在这个澳洲 是在这个纽西兰 我们所看到都是同样的 我们也很希望说灾难是一时的 没有人会想到说这个时候 一个中产阶级失去了所有 可是人只要活下来 他只要有希望 他的精神是可以延续的 所以我们通常是在交付忌贫的过程中间 让有能力的人去帮助 那些缺乏或是溃损的 这些人的时候呢 忌贫之后要交付 这个时候他平不是因为 他的长期的生活 而是因为一时之间的灾难的发生 只要有一天他站起来了 他也会开始变成一个 去帮助别人的人 是 所以这个过程 其实是我们一直希望的 就是说我们希望有一个媒介 这个媒介你不能空手去 即使是一条毛毯 即使是一个现场 就是一份心意 一份心意 让他知道说 这个米会吃完 可是心意会留下来 那个情会留下来 对 没错 是 这个情留下来 爱言秀 真的是很美的事情 那我们当看到一个 原来这么美的一个城市 因为发生地震 都没有了之后 如何复建是非常的困难 尤其看到这个满目苍蝇 这个房子在半倒不倒 到底要拆不拆啊 那这个部分就要请教一下 王老师 您怎么样去看待这些 等于因为灾难产生的 建筑物質的损坏 我们要去如何评估说 要拆除或者是要留下 留与不留之间 真的需要很大的智慧 我必须说 那方面事实上是 地震工程的专业 他们有更多去判断 说这栋房子如果半倒 它是危险性的 还是不是危险性的 它去决定要不要拆 那不是以我的经验是这样 就是我们后来地震发生之后 我们把一个断层活动度的边缘 它大概是50公尺之内陷建 但有些民众会讲说 我的主产就在断层带上面 你不让我盖的话 我也不知道住哪 所以我们开始就有一些法令 就是说如果你的主产 本来就在断层带的边缘 那我们要请一些 当你要盖房子的时候 它的一些房证的标准的方式 有达到这个标准 我们就让你盖 因为当时有很多争议 就是我刚刚讲 地震周期是300年嘛 所以冲锋不断层已经断了之后 你现在都不让它盖 所以它下次冻是300年以后 而且我们的寿命 已经有一百年了 对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你好像是已经把狗 跑出去再把炸狼关起来 所以好像这个因果关系 很不积极的感觉 对 不太对 所以那时候政府单位 9月1季地震周 政府单位是花了很多功夫 去做这方面的调查跟宪件 所以但这个法令 就不是只是川普断层 包括其他的断层 那我们也开始去描述说 在断层在附近 至少你公家单位 例如说医院学校是不能盖的 如果你是私人建筑的话 那是通过适当的法令 然后了解你的抗震标准 然后就盖 因为台湾总是小嘛 所以断层到那么多 然后断层又多 没地方住了 所以就是说如何把地震的危害度 跟它的可以接受度的如何平衡 是9月1地震之后 是有一些学习 但跟美国那边 日本那边也都有学习 所以就是全世界 在端层带附近的这些法规 我想大概是一致的 所以台湾目前也是这个状况 是 我们在影片中 我看到这个大学生Sam 他等于是自发性的去做了很多援助 其实就想起说921那时候 我们这个全台湾的动员 然后还有三一地震的时候 我们对于日本的这些灾民 我们台湾人自己 都感同身受大家的身出援手 真的都觉得说灾难本身 似乎就是对我们人性的一种考验 那我想两位都是对于灾难 都是有亲身的经历 而且是实际的去提出援助的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分享一下 您当时看到的一些 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一些经验 好 其实我在921地震发生之后 第二天我们就到野外去 我们到民间积极中了一带 那部分当然是伤亡比较严重的 我看到一幕是我到现在为止 还是非常非常感动的 因为那一幕是我们在路上的时候 我们在出野外 你会看到每个人都是非常的惊恐 因为他担心愚症会来 所以他们的表情 当然家里有人伤亡 所以他们表情都非常非常沉重的 所以我看到一个发财车 上面写着 免费收金 排队排很长 我身为科学家 我们认为我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我们以前常常会认为收金 事实上是属于一种 骗钱的玩意儿 因为它事实上不见得有真正的效果 所以那一幕让我非常感动的地方是说 他绝对不是骗钱的 因为他免费嘛 他就是我会做的 我就来提供这样的帮助 然后你看到那些人 他排队在收金的那个表情 是哀伤的而沉静的 我那时候是觉得说 就算收金 不管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只能够安静人心 他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心理建设 所以那一幕其实是我很感动 还有到外面演讲的时候 我常会提到 那当然也让我把我自己在 把自己 有时候我们走学术走太久了 会常常觉得说 我们是所谓的知识分子 才发现一般的民众 他比我们更实际 那我还记得那时候 大家会很惊恐 说到底会不会大规模地震 的余震多大 结果他不问我们科学家 科学家讲的话他们也不听 他们都去拜拜 去决定说 规模六的余震即将要来了 因为那个庙的住持是这样说的 我那时候在想说 这也是我们的错 我不怪他们 因为他们得不到心灵的安定 我们科学家很汗颜的 在科学上 地震科学 还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具体的答案 可是他紧张 说他只好去求神问部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反而是回过来想自己说 我们科学到底要走到哪一步 才是真正的可以所谓的捍卫人 就是让他比较稳定 像阿贵师兄他们所做的工作 就是非常非常第一线的 他真的是安抚 我们科学有时候做的 有时候真的是跟实际的生活 好像有点落差 所以在那个当下 我开始觉得说我应该做一些更具体的事情 对 那三一地震当然也是一样的 那个经验是很丰富的 这真的是一个很深层的思考 对 自己的专业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才真的是可以去复慰灾民的心 有时候专业 有时候对他们来讲可能是太多了 他可能这时候可能只是需要一个拥抱而已 对 其实我觉得科学科技最后面 它还是人性 对 其实刚刚老赛讲说我寂寞真的真的万万感动 像斯里兰开一个小孩子 表姐被海啸冲走 两个月之后我们问她 因为她从惊慌突然变得非常的沉静 我就问她说 你为什么最近看起来感觉不一样 她说我越来越爱海了 我们都吓一跳 海啸夺走她表姐 她一看到海会很害怕 应该会很害怕 结果她说 其实我最亲爱的表姐 现在在大海的怀抱里 所以我越来越爱海了 这个孩子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 那我们刚刚讲那个巴基斯坦那个小男孩 那是一个非常虔诚的穆斯林 他觉得是真主阿拉对他的试炼 他一定要经得起阿拉的试炼 会夺走他的情人 会夺走他最宝贵的一切 他是不是还是 如同原来那样子的去虔诚的去相信 这很多的灾区我们看到 只要是他有人身终止的 不管是宗教信仰 或是对自己有很深信仰的 这样子的一种人 在那个现场他所呈现出来的不是乱 而是互相的支持 互相的帮助 即使是我匮乏 但是只要我活下来 我还是会去帮助别人 这我们在3.1也看到很多 我们去发毯子的时候 跟他说怎么有多少 他说54条 工进的发完之后要走了 突然追出来 对不起我刚算错了 53条 一条还我们 他拿去给其他更需要的人 我们有3万5万7万的建武金 就是给他的这个鼓励 就是那 最后他说你弄错了 我说怎么了 他说我不是7万 我家里没有这么多人 我应该领的是5万 对他们很诚实 非常诚实 而且你可以看得到 这就是人形光理念 灾难会发生 外在环境会剥夺我们所有的一切 但是我们人 身为为人最根本的尊严 我们自己可以决定 你可以在那个当下去抢 然后说我为了这个家庭 我为了小孩子我去躲 没有人会怪你 也觉得情有可原 可是你可以展现出另外一面 那通常会让我们感动的 都是在那个当下 他最匮乏的时候 他还回馈给我们 是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一个接受者 我们去到那个地方 也觉得说 我们的人生有价值 这个时候的人和人之间的那种互动 我觉得是在真正的患难里面 见到的人性的光明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最大的价值 是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 来分享 真的听到你们的分享 我们再回去去看灾难本身 除了我们要用更科学的方法 去避免这个灾难的发生 更重要的是 我们能不能把这些科技 去补助我们自己的人性 让我们可以更勇敢的去面对灾难 为我们自己的这个心理 去有一个很坚定的一个信仰 当面对灾难时 我们坦然接受 然后 有能力的话伸出援手 给我自己一份力量 也给其他需要的人一份力量 我想这就是每一个重生 它最美的这个部分了 再次感谢两位感恩 谢谢 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希望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看 地球正次感恩 我们下fendimiz